出鱈跟猩不出鱈 建勇兵以為有機 搞不定我緊急撤離 插席拍照這麼開心 都好的 可能沒機會再站體拍的了 俄羅斯於當地時間星期四 要求北極研究站SP40緊急撤離 又派出核能破冰船 接手包括氣象 罳監 醫生和工程師的16人研究團隊 事關傭兵問題嚴重 去年傭兵速度更加是前所未有那麼快 看下NASA這張照片你就知了 幾天而已 格陵蘭整大塊兵沒有了 所以坐落在北極浮兵上面的研究站都危危苦 專家說如果不撤走 等到夏天傭兵再勁點 研究團隊沒有可能有命過到這關 北極隕藏大量的石油和天然資源 俄羅斯近水流台 70多年前已經在北極設置第一個研究站SP-1 進行極地救援任務和嵌拆 不過很多時都被傭兵打亂計劃 上年SP-39因為傭兵搞到要搬鬥 10年的SP-37就同樣因為傭兵 搞到要用核能破冰船接走 看來俄羅斯都要認真想想 傭兵是雙機還是危機 因為俄羅斯石油公司 近年趁傭兵令到行道開通 大舉進攻不極 想將隕藏的石油居為己有 誰知今日同樣因為傭兵 搞到他們站都沒有定期